好同学们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继续讲解第二模块 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再回顾下考情 在我们综合卷一的考试当中 债务重组这个准则从修订以后 那重要性呢 稍微来说上升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考到的话 一般来说是一道题目 分值呢 大概就一分左右 过去在旧的债务重组准则下 在综合呢 在这是不怎么出题的 也可以说啊 这么多年我们就没怎么看到它出过题 先准则之后 稍微可能会考那么一点点 但是一般也仅限于 一些基本的会计处理原则 所以债务重组这儿 我还是建议大家 跟着我去抓一些核心的 主要的矛盾点 这就行了 然后在讲解之前 我还是要顺着上一讲 讲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一个原则给大家说 债务重组在国际准则上 是没有单独的准则的 那我们国家按照全面趋同 国际准则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由于它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解决了一定的实物问题 还是予以保留了 但是核心的思路呢 它优先肯定是 适用的优先级上 要跟其他准则 它要保持一个其他准则优先 而债务重组准则呢 随后这样一个原则 那更重要的原则是 它呢不能去破坏 有关于金融工具准则 所确定的一些计量原则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在债务重组准则当中 大家会发现 能适用别的准则的 先适用别的准则 能适用金融工具准则的 优先适用金融工具准则 那么这些都不能适用了 那么在债务重组准则当中 再做出一些特别的约定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对于我们理解 债务重组准则来说 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第二件事 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发生新旧修订之后 最为核心 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是债务重组 这四个字的意思它都变了 在过去的旧准则下 什么叫做债务重组 它所强调的一个核心要点 一定是债权人要做出让步 什么叫做让步 就我要吃点亏 吃点亏不怕 我那钱多少能收回来掉 这就叫做债务重组 它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 债权人一定要做出让步 而我们现在呢 在新修订的债务重组准则下 如果你要设定说 债权人发生让步 那就问你没让步的时候 如果我们也达成了一些重组的协议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让步 原来欠一千万 说不用了 你还我八百万 我也认了 能还回来就不错了 这叫让步 可是新的准则下是说 欠一千万是吧 一千万我用钱 还不起 但是呢 我可以用其他的资产来进行偿还呀 你看这叫偿还方式的改变 那就问你说 这个叫不叫债务重组呢 那过去的准则没有解的这个问题 而新准则由于跟金融工具准则要进行协同 那这类问题在国际准则上 它大概率是参照金融工具准则来进行处理的 所以我们国家准则就说 债务重组在新准则下的定义是不再强调 做出让步 只要是双方之间达成一些协议 只要是交易对手方不发生改变 那么重新协定了 或者法院做出一些裁定 把时间呀金额呀方式呀这些方面 我们重新的达成了协议达成了合约 我们把这类型的交易呢都叫做债务重组 它扩大了债务重组的范围 本质上也跟金融工具准则的适用范围呢 最大程度保证了口径上不要有太大的偏差 否则金融工具准则适用范围这么广 然后你做了一大堆的限定 说我这一点点才叫债务重组 那剩下的部分呢怎么解决呢 这就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复杂性 制造更多的准则适用当中的矛盾 所以基于这些那些的原因啊 我给大家都解释完了这些债务重组准则 把做出让步这条删掉了 这第二个 第三个 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修订之后仍然是参照我们资产负债 很多准则当中的一个一般原则 这一般原则我在上一讲当中给大家所介绍过 比如说我们买一个新的设备 你先不要说这个设备到底是通过什么准则来的 咱们先不要管这种咱们财务人的思维方式 怎么做会计分路 怎么做账 别管这个 咱就说一个生意人的角度 商人的角度 理性决策者的角度 你买了一个设备 它到底价值几何呢 那叫做付出对价的公允 为它付出的必要的合理的支出 再比如说 我买的不是一个设备 我买的是一家公司 如果买的是一家公司 同样如果是在市场上 是公平的理性的市场化的交易 不是权益性的交易的兴趣的话 那你说 我买这个股权的价值怎么去衡量呢 同样的话 也是付出对价的公允 对吧 所以债务重组的准则 依然适用了这样的一个一般原则 它仍然强调的就是 我们去衡量 我们取得一项 我们所支付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我们所付出的对价 它的公允到底是什么 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 去处理债务重组的问题 好了 就这三个点我给大家说的 我再总结一遍 第一个 适用性上 它要优先 先去适用别的准则 然后再来用债务重组 第二个 它取消了债权人做出让步这样的一个规则 第三呢 它仍然尊重了准则体系当中的一般原则 比如说付出对价的公允 比如说必要合理的支出 把这三点弄明白之后 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在道理上就能够学通 明白了之后 咱们先来说 第一个问题 叫做债务重组的定义 定义指的是 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 经过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协定 双方协商 或者是人民法院的裁定 法院一锤定音 都可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对清偿债务的时间 金额 或者是方式 对这些方面重新达成了协议 那把这样的交易都称之为债务重组 很扩大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说关于交易对手方 关键点是 不能够改变交易对手方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债务人 没有按照原定的条件偿还债务 也无论双方是否同意债务人 以低于债务金额的方式偿还债务 只要是重新达成了协议 也就说不强调让步了 就符合债务重组的定义 这第二点 第三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是这一类 说债务重组构成权益性的交易 比如说债权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对债务人持股 或者是债务人直接或间接的对债权人持股 持股方以股东的身份进行了债务重组 他一定要强调的是什么 写在旁边叫做特殊的身份 说这个债务重组的交易 双方在交易的时候具有特殊身份 第二个 说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务重组前后 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的最终控制 这不仍然是关联方吗 仍然也是特殊身份特殊关系 而且债务重组的交易实质 使债权人或者债务人进行了权益性的分配 或者接受了权益性的投入 别管是进行了权益性的分配 分配股利或者仕同分配股利 还是权益性的投入 由仕同做投资 这一点的核心原因就是在告诉你 它不是市场化的 而是权益性的 经济实质就是权益性交易 好了 那基于这些咱们前面学过 如果一项交易是基于双方特殊身份发生的 使得其中一方无条件的从中获益 而且交易的形式和实质 我们看下来发现它不是市场化的 公平的理性的公允的交易 而是权益性的交易 或者资本性的投入 或者权益性的分配 那么应该将所形成的利得或者损失 进入到所有者权益当中 叫做资本攻击 而不能确认为当期损益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规则 以上一和二仍然在说这件事 三在说哪件事呢 告诉大家 说你也千万不要一刀切 什么叫一刀切 说我明白了 说只要发生债务重组 只要双方之间有特殊关系 只要从中获益了 那好 全部都要去计入所有者权益 一点利得损失都不能进入到当期损益当中 是这样一刀切吗 不是 我们关键要看哪些属于权益性交易 属于的我们要确认 而不属于权益性交易的呢 我们仍然要去确认债务重组的相关损益 所以一二三这三个原则大家要关注 这三个原则明白之后 那重点是咱们一起看看题目 先看这个案例一 说假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为了弥补乙公司的流动资金短缺 假公司向乙公司提供了1000万元的无息借款 约定6个月之后归还 借款期借满了 乙公司具有充足的流动资金 但是假公司仍然决定 免除乙公司800万的债务 仅需偿还200万元 如果说假公司不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他会当这个冤大头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理性决策者没有人愿意说 我就喜欢吃亏 有这样的人吗 虽然我们中国人的古话叫做吃亏是福 但是吃亏也不代表说 我就可以把我的钱 我大义凛然的我不要了 200万的东西 我就非要花500万买 欠800万的钱 说我一定就往回收个300万 这就行了 是这样的吗 肯定不是 古人虽然讲吃亏是福 讲的也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的会计上讨论的更是什么 一定要注意 一定是理性决策者 说如果你没有关联风关系 而是一个市场交易者的身份 谁理你呀 没人理你 是吧 所以呢 在乙公司有充足流动资金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人会免除他的部分本金 所以基于此 假公司和乙公司 对这项交易应该作为权益性交易 不能去确认债务重组的损益 相关的利得应该记住到资本攻击当中 这是案例一 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例二 说假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为了弥补乙公司的流动资金短缺 假相乙提供了1000万元的无锡借款 约定说6个月之后归还 借款期借满了 乙公司发生了财务困难 说不好意思了 真的还不起了 假公司又是他的母公司 说爸爸妈妈 对吧 这不就是儿子还不起找父母吗 那父母说怎么办 说免呗 那还能怎么办呢 那乙公司说 我不光欠你的钱呀 我外面市场上还欠钱呢 好家伙他还挺骄傲 但是没办法 到了这个情况下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债权人往那一坐 反而当下这个社会 就是欠钱的是啥啥啥 是吧 收钱的反而是啥啥啥 你们自己自动天空 理解我的意思 对吧 所以债权人往那一坐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为啥 你喘大气是吧 你喘大气 好了不好意思啊 我们一点也还不上了 你们全都打水漂吧 所以怎么办 来咱商量商量 你们呢 也稍微帮帮我们 帮帮我们 共度难关 我还能还点 所以大家呀 都给我们免除一点吧 所以呢 在此情况下 其他债权人普遍 减免了50% 假公司也决定了 说那行吧 我减免了800万吧 那减免了多少呢 减免了80% 那好 这个例子就有趣了 我先问大家 假和乙 这个之间发生的交易 第一问啊 现在你们叫不叫 债务重组 你回答我 叫不叫 有听说老师 不叫债务重组 这是权益性交易 怎么能叫债务重组呢 当然要叫 为什么按债务重组的定义 双方对偿还的金额 做出了重新的协定 那就叫债务重组 做完协定之后 80% 其中有50%的部分 是市场化的条件下 大家都要去减免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这500万的部分 叫做债务重组的损益 而多出来的30%的部分呢 是由运门双方的特殊教育的身份 而发生的 那叫做所有者权益 所以你好要学会做这个划分 这个例子 我要求大家重点掌握 而且考试的时候 你得会说 怎么答题 他做错了 你怎么答 你说不恰当 不恰当理由怎么写 各位会吗 理由怎么说啊 得分两层说啊 第一层先去说 说贾和乙之间 就偿还债务的方式 金额做出了重新协定 属于债务重组交易 这第一点啊 这叫先定性 由于市场上的同类债权人 减免额度为50% 那因此就符合条件的 市场同等的50%部分 所形成的损益 应确认为债务重组损益 这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说由于 假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基于双方的特殊身份 假公司向乙公司 豁免的债务中 有超过30%的部分 是超出市场范围之外的 基于双方特殊身份而发生的 使得其中一方 无条件的单方获益的 在性质上属于资本性的投入 因此属于权益性交易 相关利得应计入资本攻击 三句话 这样的话分数就满了 所以大家答题的时候 一定要思路清晰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案例二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债务重组的问题呢 首先先来说第一个 叫做债务重组损益 确认的十点 那问问大家 说债务重组发生损益了 怎么去确认呢 这个准则做单独的规范了吗 比如说债务 我们要终止确认 那原来一个债务欠的钱 叫做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什么时候终止确认呢 那就按照金融负债准则的规定 来终止确认 那什么叫做金融负债准则的相关规定 说成大白话是什么 大家记住四个字叫做解除义务 你一定要记住 我告诉大家 你凭你的感觉你就知道 这种在专业阶段不喜欢考的 综合就喜欢考 所以这你还真的得作为重点掌握它 义务解除 综合就让你判断呀 说啥叫义务解除 给你个例子 所以接着往下说 什么叫做义务解除 业务解除等不等于说 签订债务重组的协议 签订债务重组合同的时间点呢 能不能完全化等号 各位你要注意啊 不能完全化等号 虽然呢 咱们不能排除 说确实在实务当中 协议一签 张一盖 手印这么一摁 然后双方对债权债务的偿还达成一致了 然后豁免一部分我也不要了 我们不排除啊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考试呢 他喜欢见走偏锋啊 他就考你那个签协议 签合同 他签的是个框架合同 框架协议 他就其中 到底如何进行偿还 如何进行豁免 他有一些硬性的门槛和条件 没规范 什么时候豁免 怎么个豁免 豁免多少 框架协议当中 没有做出异象性的描述 没有做出准确的详尽的挑定 只是一个框架协议 你说这个时候 我就认为说义务解除了吗 不行 我们要看实质 所以啊 同学们 考试当中需要注意 尤其债务重组 他去协商方式呀 期限呀 这些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尤其在破产重整当中 历时非常长 你不能说签了一个异项书 签了一个初步的协议 就认为说义务发生解除了 不行 只能说 你真正在义务发生解除了 确实不需要再去进行支付了 确实满足豁免条件了 时间呀 期限呀 方向都被敲定了的时候 我才能够去进行终止确认 所以这段话 核心在说这件事 考试当中不需要背 但大家要灵活的去变通 要学会说 说实质上不表明 金融负债的义务发生了解除 因为呢 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意向 只是做了一些框架协议的签订 但实质上 偿还的方式呀 豁免的方式呀 豁免的金额呀 还尚未确定呢 义务还没有解除呢 因此呢 不能够终止确认 要学会做这样的表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说 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 确实要进行债务重组了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 大家要掌握以下的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 所以是 常见的债务重组方式下 我们要掌握一些基本的会计处理原则 在这儿我给大家说一说 小庆老师很难得到 我们很少的 在这儿给大家写分路 你看 我写了一大堆分路 我先问大家 这些分路用不用背 你必须要告诉我 这肯定不用背 考不考计算 一般来说不考复杂的计算 为啥今天 给大家写了分路在这儿呢 因为这是考情决定的 考试怎么考 考试咋考 它在里面啊 往往是考一些重要的项目 什么叫重要的项目 核心是三个字 大家写上叫往哪记 考试就考这个 那往哪记的问题呢 就不需要大家再备准则了 因为准则洋洋洒洒写一大堆 最后告诉你说 记入当期损益 还没说清楚 因为准则原则性的表述 反而在这里的考题不太适用 这里的考题 他就喜欢考你 记在哪呀 你看啊 有些地方 记在头子收益 看到没有 有些地方 记到哪 记到留存收益 看到了吧 来再给你找一个 说有些地方 记到哪 记到其他收益 看到没有 同学们 所以他喜欢考这些地方 那如果考这些地方的话 你说你用背吗 不用背 但是分路呢 就能帮到你了 你就知道 哦原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往这儿记 在那样的情况下 往那儿记 所以在这儿 我给大家列的是分路 但是学习的重点 不是超分路 不是被分路 不是的 而是要知道分路当中的 重要项目是啥 尤其要知道损益 往哪儿记的问题 各位同学 听明白了吧 明白之后呢 咱们一项项来说 把这个往哪儿记 背后的原理呢 给大家讲清楚 先看一下第一类 叫做以金融资产 偿还债务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欠了一笔钱 还不了了 还不了 双方重新协定 说钱我是还不上了 你要钱我没有 你要啥 你要什么东西 我有一条 我不能这么说 为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你欠钱还不了 付不上钱 但是你有股票吧 有股票 那行 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变迁能力也非常强 用它来还钱 可以 所以这叫做 以金融资产偿还债务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和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分别是什么 咱们先看债权人 债权人 你收到的是 交易性金融资产 用什么确认 这个问题 大家要思考了 用什么确认 有的学说 老师我也不知道 没讲过呀 咱在金融工具准则中 是不是讲过呀 交易性金融资产 当然是用公允价值确定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看 如果是金融资产 就用公允价值确定 为什么 你不要认为说 这不是一个常识吗 这不就是老师 那不然呢 对吧 是 它确实是常识 但是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是 首先是用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金融工具准则说了 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与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这儿就用公允价值计量 跟债务重组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准则的适用性 然后接下来 那代方呢 应收账款 我是收不到了 终止确认掉 也可能会发生一些交易费用 即投资收益 比如说在股票交易的时候 有一些交易费用 如果有差额 打个比方 应收账款应该收100万 股票 他在当天债务重组日的那一天 公允价值一看 市面上价值90万 我不就亏了10万吗 亏了10万 往哪放 这个差额寄在哪 有些人开始背了 说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老和尚念经 念了800遍 考试的时候呢 那天不知道哪根匣 搭错了 背错了 背成了其他收益 错了 为什么是投资收益 这个大家要思考一下的 为什么呢 这投资收益哪来的 刚才给大家讲故事了 首先 我终止确认了应收账款 我确认了一项交易型金融资产 所以本质上是不是 我终止确认应收账款的时候 损失了10万块钱呀 好 那我问大家 终止确认应收账款 这个事 在我们的准则体系下 金融工具准则中 把它叫什么 叫做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时候 不管是亏了还是赚了 这是一种投资性的收益行为 所以放这 因为金融工具准则有规范 这跟债务重组准则有关吗 没有关系 所以发现了 这就是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所以呢 差额就放投资收益 把握好这两个原则了吧 再总结一下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 公寓价值计量 第二个终止确认 差额投资收益 这都是金融工具准则所规范的 咱们再来对称的看债务人 债务人 首先应付账款要终止确认掉 然后同时交易性金融资产 用来偿还债务了 可是现在呢 我不光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了 我还有可能用债权投资 来偿还债务呢 这些咱都不说 其他债权投资咱都不说 为什么这几类都好说 如果是这几类的话 我问大家 这个账面价值 和他们的账面价值间的差额 往哪寄 这不就是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吗 仍然是寄投资收益 各位小伙伴 这没问题吧 好了 这种情况咱讨论完了 我想重点讨论的是这个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如果说我的应付账款不需要偿还了 我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做偿还 举例子 比如说应付账款欠人家100万 经过重新的协定 对方说 反正你也还不起了 但是你账面上有一些股票 把那股票给我吧 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计量 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在债务重组日那一天 账面价值其实也是用公允价值计量的 对吧 90万 好了 那我问大家 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利得或者损失 往哪寄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研究 什么叫做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大家必须要去理解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所指的是 公允价值计量 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它是指定进入这一类的 而且叫做一经指定 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样的规则下 历史上的累计的公允价值的变动 在其他综合收益当中 未来有一天 其他综合收益 在它终止确认的那一天 能不能转入当机损益呢 准则说不行 往哪放 转入 留存收益 比如说 当年在取得它的时候 只有70万 那70万和现在如今 90万之间的20万的差额 放哪呢 其他综合收益当中 终止确认的时候 截转到留存收益当中去 没问题了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这90万和这100万之间 有10万的差额 这10万的差额 我想问问大家 到底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公允价值的变动呢 还是说这10万块钱的本质 是债务重组产生了相关的损益呢 是债务重组亏了或者是赚了呢 到底是哪个 它的交易实质到底是啥 交易实质 它绝对不是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而是债务重组所产生的损益 所以这10万元 请大家把它寄到 投资收益当中去 在这儿一定要认真看 所以很多人问 老师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是永世不得翻身吗 怎么这还能有投资收益呢 因为这个投资收益 是债务重组所产生的 而人家自己的那部分 历史上累计的供应价值变动 就给你转到 留存收益当中去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那大家想问问 老师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 还有可能转到 投资收益当中来的吗 有啊 比如说上面这种 不是永世不得翻身的 其他债权投资 那终止确认的时候 累计的供应价值变动 不就是转投资收益吗 所以这里啊 它的逻辑有点复杂 大家得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它 第一个 如果是债务重组产生的损益 由于跟金融工具相关 放投资收益 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累计的供应价值变动的截转 那么仍然要截转到 留存收益当中去 所以各位小伙伴 这一点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考试这儿可以考 很重要 原理一定要弄清楚 这是第一类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类 如果是 以金融资产偿还债务的 假设 我们所收到的是债权投资 或者其他债权投资 或者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你在确认的时候怎么确认呢 债权人仍然是 金融工具准则说辣 用公允价值再加上相关税费 加上交易费用 就这么去确认 最后的差额仍然也是投资收益 左侧跟刚才 以至右侧里面完全相同 我不再赘述了 我提醒大家一个问题 这儿交易经济资产 交易费用不能计入它的入账价值 而这儿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费用是寄入到 他们的初始计量金额当中的 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差异 这个原理应该也比较简单 我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 大家可能也听出 因为交易经济资产 如果把交易费用 寄入到它的账面价值当中 反而会使得它的公允价值变动 和处置时的投资收益变得不准确 因为可能是一些交易的费用 所以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相对比较特殊的 而在这儿 他们都是寄入到 他们的账面价值当中的 所以这个问题 给大家也简单的说一下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 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情况 接下来 第二类 以非金融资产清偿 以非金融资产清偿的情况下 对于债权人而言 他所收到的就是固定资产 库存商品 无形资产等 好了 同学们 这里问题来了 重点 入账价值怎么定 各位小伙伴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 我先问问大家 一般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入账价值怎么定 能不能掌握一个原则呢 原则叫做付出 对价的公允 原则叫做相关合理的支出 好 那我问问大家 现在对于债权人而言 他所取得了这些资产 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付出的代价就是 我这有一个应收账款 我这个账款我不要了 我要什么 我要存货 我要设备 我要专利 我要这些有形的动产 或者是无形的资产 我要这些 所以取得这些资产的时候 我们的代价 我们付出的相关合理的支出 就是我放弃掉的债权 所以准则在这告诉你说 要用放弃债权的公允 再加上相关税费 同样的 我们终止确认了一项应收账款 它是金融资产 差额即投资收益 所以左侧这个地方 大家必须要理解 这是债务重组准则 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修订 当然在征求意见修订的时候 这个问题反复的进行征求意见 说到底用什么来确定 很多人其实是挺反对这个的 因为说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在实践当中增加复杂性 但最后准则为了内在逻辑的统一 还是选择了这个处理的方法 这个其实也最大程度的 跟别的准则实现了协调 放弃债权的公允 这其实本质就是付出的对价 我付出的对价就是我放弃的债权 所以核心的道理是一致的 这是左侧 再来看右侧 债务人终止确认应付账款 然后同时要把库存商品 无形资产 固领资产这些终止确认掉 好了终止确认这些 然后债务重组当中 肯定会产生利得或者损失 往哪放呢 由于不是金融资产了 它都是一些有形的动产 无形的资产 所以差额就放其他收益 这个地方又是很有趣 这往哪放的这个问题呢 准则制定啊起草啊 征求意见啊 反馈的时候呢 也问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专家学者啊 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人是说放其他收益 然后有的人呢 是说放营业外收支 因为过去旧准则呢 是往营业外收支当中 会放一部分的 但是现在新准则下 都放其他收益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啊 我觉得我自己是赞同这个的 原因是因为 大家想想啊 在过去的准则下 叫债权人做出让步 它本身在我们的交易经济活动中 这个债务重组 这种情况是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很小众很小众的一个事件 如果你说日常经营活动当中 频繁发生这种债权人 做出让步的这种交易 说实话不是特别常见的 所以呢 在过去的旧准则下 更倾向于把它认为 是营业外的项目 这其实跟债务重组的定义 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这个新准则下呢 我们当时发表这个观点啊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说得通的 首先你把债务重组的定义就改了 完全的扩大化了 只要是你们双方协定 人民法院做出裁定 方式呀 时间呀 金额呀 进行了重新拟定 那就叫债务重组 太常见了 这个可以说啊 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避免 在商业活动当中 双方谈一下 咱们改变一个条款 咱们换个方式 咱们稍微少付一点 债务重组变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 日常经营过程当中 可以说随处可见 非常非常平常化的一个交易行为 再放营业外之处啊 反而其实我觉得会有所误导 因此呢 在会计准则当中说了 我们放在营业利润以上 其他收益 是这么来的 所以啊 大家不要去背 更多的要去理解准则 为什么这么去做规定 虽然是一些规定啊 这个科目啊 项目啊 确实我们国家准则做了 蛮多的这种调料框框的 限制性的规定 需要大家去遵守 增强可比性 但是规定不代表没有道理 经常说啊 规定技术就行 不是这样的啊 那他为什么规定 这个不规定别的呢 他都有道理的 所以这个大家理解完了之后 我觉得就忘不了 对吧 他不能再放营业外 他要放其他收益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这一类叫做 以非金融资产来进行清偿 第二 再来看一下第三 第三叫做债转股 有同学在评论区提问啊 说营业利润以上 就等于与经营有关 为什么 这个我们到政府补助准则中会说 什么叫做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 什么东西往其他收益当中去放 就是两类 营业利润的构成项目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与销售行为有关 那确实准则就是这么定义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类 债转股 什么叫债转股 债 还不了了 然后呢 给你点股权 而且这些股权形成什么 可能会形成 同一控制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也可能会形成 非同一控制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这两个 这两个特别有说头 大家要重点关注 如果形成 同一控制下的 长投 那我来问大家 如果是同控下的 长投 长投如何进行 相应的确认 这个地方啊 其实也是 就一定要理解 债务重组准则的 基本逻辑 基本逻辑是要给 别的准则让路 这个内容 在长投 在企业合并准则当中 已经做出了规范 所以呢 先参照人家的规范 人家说过 如果是同一控制下 形成的长投 叫做去看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表中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以及最终控制方 收购被合并方时 形成的商誉 这个内容 我们讲长投时候会说 我把这个原则 叫做 对方定我方 我根本不看 我付出了多少的对价 我看的就是 同一控制下 是权益性交易 它原来在最终控制方 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我就以那个为基础 来确定我的长投 对方定我方 而我方付出的对价呢 由于是市场化的行为 我不看 这个原则到了长投那 我会再说 长投准则就这么规范的 既然人家做了规范 债务重组准则就是 从其约定 这就行了 所以这儿你看 大家就不要背 如果你要背的话 好多种情况 你看这儿一种情况 这儿也一种 这儿也一种 每个都不一样 就很抓狂 所以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是特别特别抓狂的 发现一点规律都摸不到 就这是这么规定的 那是那么规定的 实际上 它昧在是有一个 非常严谨的逻辑的 就是先按照 已经有规定的 成熟准则的做法 所以这是长投准则 这么规范 对方定我方 这个原则 未来我们还会讲 然后代方应收账款 产生差额的话 我们要讲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是同控下的 如果产生差额 那么差额 我付出的对价 和对方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商 账面价值的份额之间的差额 那就是权益交易的性质 如果是权益交易的性质的话 就去调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不足调的 就调留存收益 长投咱们再进一步讲这个问题 这是同控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非同控 如果是非同控 长期股权投资这个准则就说了 如果是非同控 就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允 为什么 因为是市场化的行为 市场化的行为 就看咱付出了什么代价 咱们付出了多少的成本 所以叫我方定我方 我方定我方 我问大家吧 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我放弃了我的债权 所以它又变成了放弃债权的公允 你说是不是特别讨厌 所以这儿啊 就是如果你就是不讲原理 死记硬背就讲不通 为啥呢 就特别尴尬 你看这儿 放弃债权的公允 是吧 到了前面呢 按照相关资产的公允 不按照放弃债权的公允了 然后后面呢 长头呢 长头准则 说什么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净资产的份额 哎呀 也就是告诉你说 长期股权投资有特殊的规定 是吧 一转眼又不特殊了 又回来了 又变成放弃债权的公允了 说不通 为啥呢 因为非同一控制价的企业 合并是市场化的行为 市场化的行为 我们的准则体系中 就告诉你说付出对价的公允 那么付出对价的公允 在债务重组中是什么 是放弃债权的公允 所以又回来了 所以你看到里外里有这么多种情况 考试有可能考 但是你必须要把握住的原则是 金融工具准则有规范的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规范 长头 同控有规范的 按照同控的规范 没有其他的 也就是按照一般原则的 那就是付出对价的公允 在债务重组中 就是放弃债权的公允 大家就能够理解了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 再形成的差额 那就是投资收益 因为是长期股权投资 本质上也是一项金融资产 好了同学们 这就是债权人的处理 所以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同学们一定要 把背后的原理和逻辑搞清楚 然后如果是非企业合并呢 非企业合并 比如说形成了权益法 所带来重大影响的长头 那准则的规范一样 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允 如果是付出对价的公允的话 是什么 放弃债权的公允又来了 对吧 最后形成的差额 投资收益 所以你看这三种情况 我们把它说完了 这个内容啊 其实我在知识幻醒当中 给大家重点介绍过 如果你那个时候认真听了 今天就会听得特别顺 属于第二次复习 前面如果没有认真听的同学呢 我还是那句话 什么时候听知识唤醒都不管 但是一定要听 然后我们再来看 债务人的处理 债务人的处理就比较简单了 终止确认应付账款 然后同时呢 贷方贷股本 然后资本攻击 然后相应的差额放到 投资收益当中去 因为是一个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然后后面都是一致的 我们就不再赘述 好了啊 各位同学 我们把债务重组的一些基本的会计处理原则给大家说完了 最后我再来总结一下 站在债权人的角度 考试当中考什么 我告诉大家 考的就这个问题 叫做入账价值 核心就要把握住这个 入账价值怎么定 大的原则有两个 第一个原则 债务重组准则 我们要列后 适用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 按照一般准则的规律 我们确定一项资产的入账价值的时候 就是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允 这是一般原则 先说这个 怎么个列后呢 两类 第一类 如果是金融工具准则有规范的 你看啊 有好多类对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等等 人家金融工具准则有规范呀 按啥 按公允价值 但有可能再加上一些相关的交易费用 根本不用什么放弃债权的公允啊 你这地方千万要记住 因为金融工具准则它的优先级适用性更强 第二个 如果是企业合并 我们债权人所收到的是一个非同控下的成头 那它的原则是什么 非同控下的成头 它的原则叫做权益性交易 核心原则叫对方定我方 叫做按照最终控制方 财务报表商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来进行计量 这个问题长头我们会继续说 而其他的 我们都按一般原则来 比如说 非同控下的长头 其他的长头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存货 都一样 叫做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允 大家想问说啥叫付出对价呢 在债务重组中 付出的对价 就叫做放弃的债权 放弃债权的公允 所以就这么几个核心原则 必须要把它掌握好 入账价值怎么定的问题 考试考在这 另外一个 债务人 如果对于债务人而言 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记住 就是损益往哪寄的问题 损益往哪寄呢 核心的原则是 如果是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那么它的影响 往投资收益当中去寄 大家注意啊 这地方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 包括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别忘了 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是债务重组损益 放投资收益 如果是其他的呢 放其他收益 比如说 刚才表格当中 给大家所列举的 如果说 你交付给对方的是 库存商品 无形资产 固定资产 那放其他收益 为什么 我给大家介绍了背后的原理 不能放野外收支了 在这边有个特殊的 特殊的是 在去确认投资收益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债务重组所产生的 而不是那个资产 供应价值变动本身 所产生的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如果在历史期间 有供应价值的累计变动 已经放到其他 综合收益当中去的 这个时候 截转时 截转到留存收益 而不要去影响当机损益 这叫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 永世不得翻身 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就这两大类 第一类 第二类 大家可能会说啊 老师是不是太应试了 我跟大家说啊 这应试是这样 理论研究也是 就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从修订到最终的发布 核心解决的问题 就是这些问题 就大家热点的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入账价值怎么定啊 各种人不同的观点 学者 然后专家 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见解 然后百家争鸣 然后最后来看 哪个跟准则最相符 然后这么定下来的 然后在这儿呢 就是在解决说往哪儿寄呢 然后历史上有不同的计法 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规范呢 然后统一了这样的认知 那既然这些是大家热点讨论的 那你也当然也要知道 它就是考试当中 会热门考到的东西 所以这张图 大家要认真把它把握好 好了 总结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结个图啊 3 2 1 结完图之后呢 我觉得这里学到这个程度 就OK了 好 结完图之后 最后啊 咱们再强调一下 一定要清楚 债务重组 不适用于收入准则 不能作为存货的销售 去进行处理 但是 它在日常经营活动当中 由于准则的口径 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它在日常中已经非常的普遍 那因此 不能把它计为销售 但是也不能把它认为是 日常活动之外的 非营业性的项目 所以把它放在 其他收益当中去 因为其他收益 我们在政府补助准则中 还会说 它所讲的就是两类 什么样的东西 往其他收益中去呢 营业利润之上的 这叫做日常性的活动 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 说与销售相关的 而我们认为 债务重组 在企业的日常经活动当中 已经非常普遍 虽然它不属于收入当中 所说的日常经活动 产生的收入 它不属于收入 但是 它也不能属于营业外的项目 非经常性的营业外项目 那基于这个定义 放其他收益更为合适 把它认为是 营业利润的构成 所以这儿 其他收益 我们又解释了一下 好了 讲完这里之后 我们把 债务重组 非货币性资源交换 给大家就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课后三作 第一个问题 巩固的 商业实质的判断 第二个 权益性交易的处理 尤其要注意一下 那个典力研习 练习 专题六专题七 大家要全部完成 今日必备的 本次暂无 因为这两个准则当中 需要大家背的内容 不是特别多 也不是靠背的 尤其像债务重组 也不要背分路 重点就是要解决 我刚才说的那两类问题 那张脉络图 那是最关键的 好了 说完这里之后呢 大家下去之后 要好好的去做 只做好题 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最后 我再强调一下 我上节课呢 要求大家去做题 然后专题 一到专题四 大家应该到现在为止 已经都做完了 咱都讲到这了 还没有做完的同学呢 那也没有办法再等大家了 大家得抓紧做了 学一个专题就做一个专题 然后很多同学都已经给我 填了问卷反馈 然后里面有一些题目 是非常典型的 大家的问题非常多的 我把专题一到专题四当中的一些 大家问的特别多的典型问题 特别简单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或者是个别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去答疑 那么典型问题 我下节课为大家讲一下 所以呢 给你最后一个通谍啊 专题一和专题四的题 大家得抓紧做了 好了 各位小伙伴 那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就下次课再见 同学们 你们学习辛苦了 拜拜 的 你们俩 不可 那么 都 是 请 我是